接上次油条配方 给家人们分享家庭版 香素油条的制作流程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开始制作 视频有点长 请耐心看晚安 我们准备中筋面粉500克 泡打粉15克 放入面粉里拌匀 食盐4克 放在料杯里加300克水 盐和水搅拌充分融化 分三次倒入面粉里 搅拌成棉絮状 然后放入色拉油 牛奶15克 倒入面粉里 油水面粉融合在一起 不要揉 搅拌成棉絮状 倒在大盆里 如果要想口感好点 放黄油50克 然后开始揣面 咱们用拳头踹着给它红面 拆面的时候咱们这样对折 再用拳头去拆 反复这样去操作 油条面需要三形三拆 拆正的这个油条面 按下去感觉有阻力往起弹的时候 这次把这个油条面 咱们给它放入案板中 盖盖松弛15分钟 好就会的面团已经醒好了 接下来咱们采用同样的方法 给它去拆面 拆开叠起来 这边也要反复的这样去拆面 再次给它拆自由阻力时 咱们给它盖盖再次松 最后一遍拆完之后呢 咱们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卷成一个圆柱体 咱们用保鲜纸呢把它封起来 放在冷藏规则6到8小时就可以了 面垫上抹油 把常温型的8个小时的面拖在手上 然后轻轻地生长 再按层薄后大约1.5厘米的长条 表面再摔一层实用油防沾 先落刀剑后落刀根 切成3厘米宽的面积 两个围翼竹落在一起 中间用筷子压一下 再拖起来 轻轻地生长 油温气沉热 先下中间 中间飘起来了再松手 油条浮上来之后啊 就要不停地翻面 因为越翻面它长得越快长得越大 全程中大火炸 炸到两面金黄就炸好了 大家学会了吗 喜欢的请点赞 点关注 谢谢